在哪里 因为这一家饭店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整个饭店是七层白颜色 七层白颜色的 然后是百年历史的饭店 然后楼层不高 因为楼层太高的话 会挡到人家后面的这些景观 所以它并不是很高的楼层 所以像他们在开这种车 开这种路 基本上就是大家要礼让 要礼让一下 因为一段路一段路 基本上都有一个在会车的地方 今天有太多车 今天是夏天 是吧 是的 可能有些人在路上 一些人需要去寝宝 要去寝宝 要去寝宝 現在是進入寝宝 是的 所以在其实在挪威和他们除了雪鱼之外 其实最有经济价值的 是叫什么叫匪鱼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鲑鱼 我们常常在台湾也都可以听到 现在有有这个叫做北海鲑鱼 主要的就是从挪威这边 从挪威这边所抓到的 这些有很多的是野生的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的圈养的 圈养的来源 当然是生的 然后有很多是烟熏的 就是比较咸一点 但是也有那种没有烟熏的这种的新鲜的 这都相当不错 其实各位可以多尝试一下 在挪威的经济 如果有鲑鱼就是应该多尝试 因为鲑鱼的尸体里面 它有这个还有这个非常高的 这个Omega 3号 Omega 3的 这一种叫做我们人的血液的青道夫 所以这个其实多吃一下 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血管的土塞的问题 其实这个能吸收就吸收一点 这个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 人家也有帮助 因为实际上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医学的报导 也是鼓励的 我们就满脸不高兴 满脸不高兴 说我不帮他的忙 我说我这个地方 我就是没有办法回头 这路这么小 我没有办法把大游览车往回拉 我说那就这样子了 我就交代给下一团 我先帮你打电话 然后他们说 有找到了 然后我们就寄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托下一团 再帮你带回去了 然后下一团是什么呢 是隔一年 因为那一团是那一年的最后一团 是不是 你们去这里 这就是一个小词 这个不大 很赞 你这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是 被他 被他 我 不得 富跟 那种 鬼 起 一百公尺,有渡輪 一百公尺,有渡輪 我們明天是不是在這邊做渡輪啊? 有沒有做渡輪?明天啊? 明天 喔!那個很遠的地方啊 很遠啊? 離這邊很遠的地方,明天做渡輪是在那個 Fland那個地方 在Fland那邊做到Gutvangen 每天做那個渡輪是兩個鐘頭的 兩個鐘頭的一個 松恩峽灣的一個渡輪 然後完了以後 我們在Gutvangen下船 然後再坐上我們的車子 坐上我們的車子 然後再開車大概45分鐘 會到達這個松恩峽灣的旁邊的另外一個 的地方要搭渡輪 那搭那個渡輪是大概10分鐘到15分鐘 我們就橫渡這個松恩峽灣 橫渡松恩峽灣